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第五章的内容 菜单管理 那么菜单管理呢 是我们在后台系统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模块 那么本节课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的话是为了后续我们对菜单管理进行更好的讲解 那么我会从以下三点进行讲解 第一个的话就是admin.pt文件优化 那么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上节课我们所说的对我们的一些后台UI美化的操作 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会介绍一下关于菜单管理的一些模板介绍 第三点的话就是公共类引入的介绍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admin.pt文件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admin.pt 那么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文件的话走这个文件之后呢 如果没有这个值对吧 没有m这个值也就是说模块 我们就会让他走admin这个模块 也就是说后台管理模块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有个地方有个小疑问 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打开我们的浏览器我们看下效果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了他直接会走到admin这个模块吧 然后呢找到admin模块下面的login控制器 然后呢比如说如果在这个地址方面我写一个这个m模块的空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他就会报错对吧 如何去控制这种情况呢 那么我们必须得对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严格的控制 怎么控制 也就是说当这个变量不存在 或者说这个变量值m8不存在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变量值 或者说为空吧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结合这两种情况 我们才能让他走admin模块 再来看一下我刷新我们的浏览器 OK 那么这样的话就正常了吧 对吧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就能够更好的严格的控制我们的这个逻辑 那么这种情况小伙伴可能就有个疑问了 为什么我不直接这样写呢 直接把这个不要我直接要这个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PP它有一个错误级别 也就是说如果你直接这样写的话 当你的这个UI地址当中没有这个变量 因为这是个变量对吧 它这个其实是个变量对吧 如果你没有这个变量值m的话 它其实会是报错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确 OK 那么同样这个地方我们也需要做个修改对吧 我只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改个叫做C 这个地方叫什么AE对吧 OK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程序就严格控制好对吧 OK 那么再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模板介绍 怎么说呢 我打开我们的这个编辑器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在我们的Admin模块当中呢有一个这个 这个 菜单管理这个所涉及到的一些模板 比如说有一个首页模板 才能首页 还有菜单的一些添加页面或者说修改页面 那么修改页面和添加页面 它的这个模板是可以公用一个 或者说大致的这个Admin代码是一样的 对吧 OK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的效果 我打开这个 进入我们这个后台 先刷新一遍 然后后台密码是Admin Admin对吧 然后我点登录确认能成功 那么这个地方进入我们的后台首页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默认的菜单管理 这个页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后台菜单管理的一些 手页的模板 他这个地方有一些 比如说列出了他所有的菜单的一些选项 对吧 这个地方我们到时候还会做一些这个分页的处理 以及搜索的处理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对这个菜单的某一条机度呢 进行一些相关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有修改操作 这个删除操作 以及更改状态等等这些操作 那么添加模块是什么样的 添加模块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A等于HD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添加 添加相关的模板的样式 那么这些模板呢到时候我们也会默认的提供给大家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去使用的PP代码 这个是我们的这两块的一个所涉及到的一些模板 OK 那么说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是什么 我们说了第三点它就是一个公共类的引入介绍 怎么去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代码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 控制了下面有一个 common控制了点PP 那么这个PP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PP是在我们的后台的一些应用当中 需要去继承它 那么这个地方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公共的操作 对吧 我们会把一些公共的操作的相关的方法 或者说程序放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在我们的参加管理当中对吧 参加管理当中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lass没有控制了 然后继承了这个公共的控制了 然后公共的控制了呢 它又继承了这个最终的控制了 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四个字带的一个控制了 对吧 然后呢 比如说它默认走过来走的这个构造方法当中呢 它先继承复类的这个控制了这个方法 然后呢 下面的话它必须的去调用这个 nit这个方法 这个nit是干什么用的 也就是说它会去教驭检测 测我们系统是不是登录了 如果你没登录的话 它可能会直接让你敲转到这个登录页面 对吧 那么这种操作的话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它这个登录是怎么处理呢 我们看到这个方法 一次login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 他先去看一下找到我们的这个session值 那么这个session的话是我们用户登录一件信息 然后拿到之后呢 对你看这个欧阳对吧 然后拿到之后呢 我们先判断一下这个只是不存在 如果存在 并且它是个数组 其实严格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里面 里面是不是还存在的 这个用户名的相关信息 比如说你还可以 这样的情况 对吧 user 是不是有用户的user user mme 对吧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 严格情况是可以这样控制的 对吧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不用连强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公共的类的一个介绍 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会 比如说文章管理 或者说推进卫管理 等等等等 我们都会去让它去继承这个类 那么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相应的介绍 那么本节课我们讲的 谢谢大家